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范考瑜 欢迎大家参加油保监局及投委会主办 香港经济日报、TOPIC新闻 及iMoney致富雜誌全力支持的 人秀保险与财富增值的网上讲座 今天的讲座是香港理财瑜的重点活动之一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嘉宾 包括大家熟悉的沈嘉琪 保险业监管局长期业务部副总监 吕耀郭 马慈 和认可财务策划师兼理财教练 临厂恒Alvin 和大家一起直播 聊聊有关个人保障和财富增值的话题 让大家懂得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产品 去应付不同人生阶段的保障需要 欢迎三位 谢谢 大家好 谢谢 我们先和嘉琪聊聊天 我要申报一下 因为我是Candiff Sir的粉丝 很喜欢看Candiff Sir的演戏 嘉琪 最近我们见到你参与电影电视剧 形象现在很不同了 摆脱了以前做学生的形象 其实和你最近本人的生活变化是否也有点相似呢 都是的 因为我今年都31岁了 上年就结婚了 生了小朋友了 其实人生的经历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其实气怒和生活都有很多转变 譬如最近疫情 所以少了出街 主力都在家里照顾小朋友 终于明白到作为一个爸爸 都挺辛苦 不单只照顾小朋友的辛苦 其实出去赚钱各样东西都很辛苦 变相很明白那个压力 所以亦都会开始为小朋友想 亦都为家庭去想 将来未来这些计划 我可能会想 是不是想小朋友去外国读书 那要想要赚很多钱 就是想很多很多的东西 变相的想法都已经不同了 你真的想起我都完全感受到 你很多东西想到 想到头都大 头发都乱了 你这么多东西想 你变相会不会在理财上 又要为家里想多一步 理财保障上又要多了想法呢 绝对有的 因为我都会开始担心 究竟 坦白说 那够不够钱花呢 又或者我这一刻 我够不够保障 帮不帮到家 因为有时候都会想 就是譬如我当 我真的想小朋友将来读书 读国际学校也好 或者他去外国读书 都要想那个理财方法 就是都要想很多东西 是的 很多时候我都回忆起 我刚刚生小朋友的时候 他都真是 他都只懂得喝奶 跟他泡泡 什么都未懂 但已经要想很多东西 想怎样读书 怎样培养他 他将来有这种兴趣 我又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付他这种的嗜好呢 所以真是的 为人父母真的有很多东西想 所以不单止是我 我相信很多好像你这样 刚刚新手 爸爸妈妈都会去想 怎样为他们存钱 买一些介绍基金好呢 还是用什么理财方法好呢 你会不会自己有这些想法 买些什么去做这些 帮小朋友存钱的工具呢 其实我之前不是很清晰的 现在当然了解多了 其实我想起之前第一次买保险的时候 可能我主要是想 就是想我这一刻 就是很坦白说 我会觉得就是买人秀 都不关我事了 因为又不到我用的 就是到我七初我走了之后 那我就觉得 那应该不用很多了 那我就买最低了 然后可能只是想 那我应该要买多些存钱的计划 因为我想将来有些钱 不论我拿来做投资也好 或者拿来怎样用都好 好像很重要 就是开始想的东西 当时想的就是先想了自己 但是真的当做了别人的老公 或者做了爸爸 其实就开始要考虑的东西 就已经很不同了 就是譬如 我会想就是 原来我的保障不再是 只是保障我一个人 我又要想起太太 又要想起儿子 还有可能会想就是 虽然我有一些存钱的计划 但是那个计划可能就是会想就是 其实可能要给小朋友 像你说的 我读兴趣班也是一个钱 然后将来去到他想去外国读书 我又有能力去供他外国读书 那所有东西 整件事都已经不同了 那其实我之前呢 帮保监局拍了几条短片 那我都知道呢 评估自己的保障需要呢 是要配合自己的人生阶段 和未来的计划的 就是譬如我会问自己就是 咦 未来我会不会想生多个小朋友呢 虽然也想的 是的 想多个小朋友陪儿子的 然后也都会想就是 如果我真的生多个小朋友 咦 那太太还会不会出来做事呢 我又会想 哇 我又不想他吃力啊 既然他都在家里照顾 照顾小朋友的话 那就是整个开支就是我自己了 那然后我就试用了他们网上的那个工具呢 那去计算我自己的人寿保障額要多少才足够呢 还有你也都评估了我在这个人生阶段 会面了些什么的风险呢 然后 然后我是吓死的 因为当我开那个评估网站的时候呢 我一开 它很好的 它会问你一些很简单的资料 然后也会问你就是 你有些什么的资产啊 或者你需要什么保障呢 接着呢 我一显示出来呢 我是完全坏的 是不合格的 是 原来我需要的保障 比我原先想的多很多 就是很多时候我都miss了 就是很多时候以为 啊 够啦 或者我觉得这样也OK啦 但原来不是啦 就是原来很仔细分析 原来真的需要很多保障 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就问一下两位专家 究竟有没有什么一石二了的理财方案 因为很坦白说 就是又想买多些保障 但是又知道要用很多钱 那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介绍呢 是 其实呢 讲到生小朋友呢 你生一个呢 又要很努力 你生到一个更加要加油 要拍多一点 好了 其实因为呢 我就在想 你又想要保障 就是保险保障 又想要处缩理财 因为你要为他们筹备多一些资金 为他们发展 那 我也知道呢 其实有些产品 又有保障的成份 然后又有投资 又有回报的成份 似乎呢 又好像为这些目的有多对 不如呢 我这里要请教一下Alvin 因为你是理财教练 其实呢 我估计你应该都一年 都会遇到很多这些案子 遇到好像佳琪那样的个案 你觉得呢 就是刚才所说 有保障的成份 而且又有投资成份 又有回报的 你这些产品合不合佳琪呢 是 那我刚刚听到佳琪说 都是一个暖男爸爸 谢谢 又会照顾自己 但是亦都想很多事情 因为31岁比较年轻 很多时候未必想得这么完整的很多事情 但是我听你讲了很多的考虑 那好了 那说回一些保险的理财产品 你说到有回报的那些产品 很多时候是一些我们叫做分红保单 就是说是有一些的红利 有些回报的产品 那为什么买份人寿保险 又能够得到一个叫分红 或者有一个回报呢 那你有一选的 就是不一定要这单 不过有这一类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你交了保费之后 保险公司 除了他会有机会按照你买时的需要 譬如是保障的需要 有一个提供保障的安排意外 还有更多的保费 那他有机会就帮你拿去做投资了 而他投资买的不同市场 不同工具 就有机会制造到不同的回报出来 那最后部分就会归了你 就作为你的收入了 整个概念上就是这样的 但是当然说的很简单 但是里面再做选择 再做一些叫做分类 还有分的 譬如好像刚刚说到的就是 有没有可能 我又完整一点 我又 就是人一般都是贪心的 我又想有保障 我又想有回报 两方面都行不行呢 行 给多些钱 就行的 因为两个东西就是 正正就是保障是要钱 回报要钱 所以你说我买一份分红保单 它又有保障又有回报 很理想 是的 因为你给多了钱 但如果你说不是 我其实只是纯粹想回报 行不行 行 但就没有保障了 那有些坊间有些产品 就可能只是有 叫做储蓄的保单 都是有分红的 你只是放五年 放十年 你就拿回那个年本带利 那些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保障了 但如果我听家琪你这么说 小孩还用 大家要照顾 随时再生多一两件 所以有机会 可能你的保障需要也很大 我想你在投委会计完那条数 应该都没有骗你的了 都真的有很大的保障需要 所以你也要想想如何安排 所以你买份单的时候 你也要想两件事 还有有时这些单再进一步 就是以一些附加保障形式 再补多一些 比如危险 或者一些医疗 其实都可以有的 所以产品的设计是 可以很完整 可以很全面 但也要考虑预算 需要各样的做一个配合 就是想这些东西 我看见家琪的头 真的越来越大 看来要做很多准备 是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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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Alvin说到钱 其实我对香港人最喜欢什么呢 就是赚钱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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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这类产品 其实都很受欢迎 我现在又想请教阿Martin 你觉得这个产品你怎样看呢 没错 其实香港人真的非常喜欢赚钱 没有东西可以阻挡到香港人赚钱的 香港的那个受险市场 其实的确是比一些储蓄成份比较高 或者又包含投资成份的保险产品主导 其实你不要看香港那么小 香港那个保险密度 和那个保险滲透率 是世界非常之前列的 我们有大约750万人口 但我们的人导保单是接近1500万份的 如果根据保监局之前做的研究 香港整体那个保障缺口 其实已经去到6.9万亿港元那么高 如果你用劳动人口来计算 其实相当于每名劳动人口 有整190万港元的保障缺口 所以刚才阿加琪说她 按名计数机之后 彈起就是这个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 香港人其实是有买保险的 但是其实人导保障是不足够的 为了了解一下香港人 其实对保险方面的 知识、态度、行为的认知 我们保监局早前 其实做了一个研究的 我们访问了过千人的 其实问一下他们的财务的安排 看他们觉得保险、储蓄、投资 和消费四个方面 其实是哪一方面最重要的 研究发现无论是那些年轻人 或者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朋友 或者像嘉琪那样 刚刚结婚 以及有个家庭的人 他们最重视的财务安排 其实都是储蓄 至于保险保障 刚刚出来工作的人 其实就不是太重视 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当他去到结婚 有了自己的家庭 像嘉琪那样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情况 储蓄和投资 依然是排在头两位 而保险保障 只是排第三位 也都是因为市场对于 那些含储蓄和投资的 保险产品有需求 也都令到保险公司 比较积极地去推广这些产品 就是刚才欧平说的那些 有分红成份的人兽保险 不过要提醒大家 分红保险其实在退保时的现金价值 又或者保单持有人不幸新雇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的赔偿是有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保证 另一部分是非保证 而非保证是未必一定做到的 所以有机会 实际上你看到保单的潜在回报率 可能是低于你实际上 在退保或新雇时 取得到金额 刚才Alvin也说过 市面上有一些纯保障型的产品 那些本身没有储蓄、没有投资 一般来说 它的保费会比分红的保单更便宜 真的要想想怎样选择 你们提到分红保单 我想分红保单应该是否有保证和非保证 不一定是保证 会适合什么人买呢 是否要心脏负荷比较好的人才能买 还是怎样的呢 这个Alvin可能要请教一下Alvin 是吗 什么人是适合买这类产品的呢 说到一些分红保单 也因为有牵涉到回报 也有保证和非保证 所以其实就算单纯说非保证和保证 可能同一间保证公司提供的分红保单 都已经有分别的 随时有一个可能是保证多些 产品A保证多些 有一个产品B非保证多些 都会有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所有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些保证 其实不是的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最重要是视乎他自己想想 我想要保证多或我想要财富增值多 如果你说我有足够的时间 我可以让他慢慢增长 我会追求财富增值多些 你可能选择一些 他可能潜在升幅好一些 譬如非保证成分高一些 那些时间长一些 他潜在回复就高一些 但如果你说这段时间 我又想多一些保证 那你就记住你的产品也要加上保证 所以其实不同人 可能他的选择也真的有不同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一模一样 你买我就买 你是我的朋友 我跟你 我相信你 最怕就是这些 真的每个人都要了解多些需要 我见了 珈其好像很想问问题 因为我刚刚一直听一路学 我听到有一些人寿本 是可以有分红 但刚刚又说到 那个数据就不一定能得到 我又想问一下 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些数字呢 又有这些数字 但又不一定能得到 那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很多朋友 像珈其那样有这类型的问题 当你收到保险代理计划书的时候 你通常会看到 可能会看到整个数字 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那些 人知常情一定是 看最大的数字 而最大的数字呢 一般就是说 张单到最后期满的时候 你预期可以得到总金额 但刚才说了 那个总金额其实是包含 保证和非保证两份 即两部分 如果是一个分红的保单 那非保证那部分呢 是保险公司其实的精算师 按照一个我们叫做最佳股算 原则的假设而计算出来的 那始终它是一个 这个股算金额 那它实际上 派发的情况 是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 包括保证公司的投资策略 它实质的投资表现 有时天起不至预期 这些单它始终有个人寿成份 那如果有保单持有人身雇 那它会有一个赔偿 我们叫做赔偿的经验 也包括它营运开支灯又火纳那些 那这些都会有偏差 而令到最终投保人收到的红利 有机会高过 当然也有机会高过 也有机会去低过它预期的回报 但是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之下 那个非保证的红利 其实有机会是零的 那如果那些红利 不是保证给你 就是刚才我所说 就是在很极端的情况下 就是有机会是零的 拿不到的 那是不是应该 只是去看保证得到那部分呢 每个人投保的目的 和保障需要和本身的财政状况都不同 它承受风险的程度也不同 有些人承受风险的程度可能比较低 就像我就是 我有一点点 我晚上睡得一样 那它可能会比较 关注有保证的部分 那一般情况之下 非保证利益所占的比重越高 其实它潜在的回报 也应该是较高的 就是刚才Alvin说的那点 很公平的 而它回报的波幅 也可能会比较大的 那波幅其实就是你的风险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其他的保险保障 而你又个人比较大胆一点 那你可能会先好选一些 非保证成份比较高的保险产品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 不是的 我个人比较稳健一点 我想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 那你可能就考虑一些 保证利益佔比较高的分红产品 如果你想买分红产品 那你会比较容易去掌握 你最后可以取得到那个金额 但是我想始终都是要 最重要的是 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产品 就是人寿保险始终是一个 长期的保单 如果你买了一两年之后 发觉不太适合自己 我想拿回一些钱 我想退保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 很厉害的财务损失 这里我想加插一条问题 我想突然突击佳琪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很进取的人 买了一点东西 然后晚上睡不着 还是一个很稳健的人 我是怕的 我是怕的 你是稳健的人 我是很稳健的 如果我真的投资了 或者去买了一些很高风险的 其实我觉得我是承受不了 我会很担心 我会经常在想 会不会有什么事呢 会不会投资失利呢 所以我多数都是想 很多都是稳健的 是的 我自己呢 不知为什么年纪越大 就越追求风险 越追求风险 真的吗 真的吗 我年轻的时候 都像你那样很稳健的 后来发现 太稳健 然后那些财富就不会增值 所以每个人都不同 是的 不同时代 有这么巧那段时间 找不到钱 但什么时候的环境世界 都在变化 不可完全一本通书 看到脑 刚才大家有提到 一些你不认识我 我又不认识他 我就想起一件事 就是保险计划书 看完一次 保险经纪讲得很清楚 说完之后 我都立即都记得他说什么 这些很难够 我都记得 我都买过很多次保险 收到保险经纪朋友的计划书之后 其实都见到很多种 不同的数字等等 其中有一个 特别刚才我们提过 红利这件事 其实红利都分很多种 红利又怎样分法 不如Alvin你介绍一下 好啊 刚刚Karenna 你说那些 就是随着年纪改变 你的风险承受改变 其实可能随着你的要求都会改变 可能要求多了 发觉只能慢慢存不成 所以又想再多些 所以可能佳琪再过一两年 要求多了又会风险又高了 也可能 说到一些分红保单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买过这些单 或者在考虑 你都会有机会收到保险公司的一些中介人 会提供一份很多板子的文件给你 很多板子很多数字 不不不不不 一看就想扔到一边 有这些东西 这个里面的数字 你真的要小心留意 因为你买了 你买的时间 你根据数字 跟着签了个名字 其实就是说 你知道里面在说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 你是明白的 最简单 刚才Karenna说到 就是说 原来里面有些不同的红利 最基本有几个大类别 第一种我们叫做周年红利 第一种叫周年红利 我再解释给大家听 另外一种叫做复归红利 第三种叫做中期红利 你听这些名字 也有一些每年也会收到 跟着又不知为什么 反过来会收到 就是一些叫复归 跟着最终又会收到 有几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听起来就有很多钱收 但是你记住 多钱得来 又不代表全部都一定收到 还有有时见到那颗数 今天你见到那颗数 可能到真的拿的时间 又不是那颗数 有一些特别注意 先讲第一个 就叫做周年红利 所谓的周年红利 保险公司 他每年可能就是 根据他最初 在建议书上面 讲到的一些做法 例如一些投资组合 刚才我说过 有保证加非保证 所以根据他的投资组合 他能够那一年有多少回报 以一个现金形式 就可能会派发给投保人 或者叫保单持有的人 但不是让他拿到 不是让他放入袋 是先派出一张单 派出一张单 然后就是 他到将来某些指定的时间 但那笔钱就可能是容许他拿出 这就视乎保单条款 有时候有些保单就是说 我要摆够五年 五年后才可以拿钱 又或者有些保单设计 就是十年才能拿钱 甚至乎有些更加灵活的 就是两年就拿钱 张张单不同 张张单不同 所以你买的时间 你也要看清楚 究竟周年红利是 有没有灵活性 什么时候拿到 如果你未到的时间 又刚好等钱用 譬如今时今日 有些人就说 经济不好 我想多些钱拆袋 我想安心点 我可不可以把他拿出来 如果单单设计是不行的 就不行的 你硬抹就可能 令到你的收益受到影响 所以你自己想想 我的需要 什么时候有些资金周转 特别大些 譬如像佳琦 你说我的小朋友 预计读书的时间 我可能想有些钱拿出来 那你就预计年期 他做个决定 有这些想法要注意 那就是第一球 一些周年红利 不拿会继续滚全生息 拿了 那一球洗了 就没了 那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复归红利 通常来计 如果一张人寿保单 我们说跟人命有关 正常就是 如果真的不起图 八年归老也好 或者某些原因 新故 它是一个赔偿的 而一些有储足成份的 分红保单 那个叫做复归红利 就是 假如是因为新故 而要赔偿出来的话 那笔资金 可能就没什么大影响 没什么折让的 但如果你说 不是了 我真的想等钱洗 或者有时候有些人 就是 我没有想着有个特别洗肺 突然间 老婆说 这层楼漂亮 我想买这层楼 要拿一个首期 那你又没有什么流动资金 你就想拔那份单的钱 出来洗 那个呢 就有机会 不是因为新故底下 而提取的钱 可能就会导致到 一个很大的折扬 就是你看到 就不要想着 我计算那条数 刚刚收到 保险公司 给我的那份连结单 有这颗数据 想着这颗数据 一百万 那就拿了一百万 原来里面 是复归红利 那到时拿的时候 因为太早拿出来了 而有一个折扬 最后可能得剩五十万 六十万 不知道啊 每间公司的产品设计都不同 但你要留意这些问题 那还有一个 就叫做中期红利 那这个就是到 产品去到指定的时间 譬如说 我是存10年 存15年的 甚至乎 就是存到退休 什么都好 产品期满的时间 有机会那笔钱 就可以是拿出来的了 那当然 这个也都 因为牵涉到保费 是拿来做投资 可能里面的投资 未必那么巧 那些时间 是配合到 或者不是太理想的 那最终拿出来 又可能会有些少 就是少了都不奇的 那有没有机会 多了呢 也有机会的 就是我们讲 始终它有个投资 就是投资 就是大有风险的 差在你投资 还是保险公司投资 那如果保险公司内做投资 有一些表现 比较理想的 那就多了 但如果不行的 又到期的 那我唯有可能是 拿回最初答应的价钱 又或者是拿少了 那有几个不同的红利 所以当你拿着一份保单的说明书 你记住你不要只听着 那些人说 最大的数 刚才说的 最大的数 就是它了 那些数 通常都包括保证 和非保证 而非保证的情况 是很多的环境改变 而会导致数字的差异 可能会大一点 所以最重要的是 买完之后 又不要丢马边 所有这些 储蓄型也好 保证型也好 一定要定期检讨 那这些全部都重要的概念 希望可以 这里给Karina 或者佳琪 都可以了解多一点 是的 我发现红利都分这么多种 佳琪就刚刚开始做爸爸 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有一个很独特的规划 好了 我问回我自己的问题 我已经去到人到中年了 那天天最想是什么 就是想退休 就是想快点 存够钱退休 那我自己都在找一些理财 或者财务的产品 適合我现在这个年纪 去保障家人 保障自己 那如果说 是的 我真的决定了 我真是真心看清楚 什么是分红保单 我真的想买的话 我第一步应该是怎么做呢 当然 如果真的要去决定 要买一份分红保单 那究竟对不对自己呢 你又不可以说只是想的 我觉得对 不是说买件衣服 我看上去觉得漂亮 那就买它 那我真的买一份保单 究竟买多大呢 因为里面牵涉到的 就是你给的保费 再加上就是 它潜在提供的收益 很多东西会变化的 所以当你买之前 第一步应该都一定会做的 就是要先去进行一份 叫做财务需要分析 做一个研究 而透过那份的财务需要分析 里面会有很多问题 千万不要说 你帮我填 千万不要 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东西 那你一定要里面写明的就是 你的 譬如一些简单个人背景 税数 预计什么时候退休 又或者就是你赚多少钱 有没有其他的资产在手 现在买这份单 可能会预计会花多少钱 有没有一个周转需要 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它想你透过一个发问 你一直回答的时间 让你做一个叫做X-ray 自己去照自己 其实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呢 还有买多少是足够呢 有时我自己听过有些情况就是 因为以为回报很高 有时吸引很大 接着不计自己的数据 就买了下去了 但怎样买完才发觉到 好像周转不太足够 或者刚好又没有预计到 又要花那些钱 这就令到你整个周转出了问题 那份单可能很不幸地 因为你不能持续供款 而导致到可能会断单 到时什么都没有 所以当你做了一个叫做 财务需要分析的时间 是给自己一个检查 就是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适合我 还有我应该做多少 所有这些问题 都一定要确保 在买之前 买之前 不是买完才想 是买之前 要做好了了解 跟着分析 跟着才要买得安心 Alvan答了我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步怎样做 第二步又怎样做 因为我们面对保单 或者买保险的时候 我们有经验试过买 其实程序也有很多 又要签很多名字 有很多字要看 有很多资料要看 其实出发点 都是从保障保单持有人 但我们对着这么多文件 虽然我都读过一些书 但有时都觉得很难做 不知从何入手 不如我请教一下Marty 有没有一些提示 可以给我们 其实在保险销售的时候 会牵涉到很多不同的文件 我自己有铺印的 即是那些他越印得小粒 那些我越看 但如果以分红保单来计 大家可以留意一份 叫做利益说明文件 利益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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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跟你详细去解释那份文件 因为里面实在有很多很复杂的数字 以及不同的假设 要确保客户的知识 以及如何去理解这些数字 其实那份文件是会列出 假设你是一张十年的单 它会列出每一年 保单年度完结的时候 如果你在那里提早退保 又或者保单持有人不幸新雇的时候 究竟它可以拿回多少钱 每年这样写的 去到那张单最后完结为止 这个所谓预期的价值 无论是退保或是新雇 其实它都是分开 刚才说了 保证和非保证两个部分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保单年度的金额 而去评估一下 究竟保单是否你要的东西 每一份这些利益说明文件 其实会有三组不同的数字 刚才我刚才说过 分别就是一个 所谓最佳股算情景之下 就是保证和非保证的金额 另外保险公司也有个规定 按规定它会做多两个情景给你的 一个就是乐观 一个就是悲观 其实所谓最佳股算的情景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保险公司的清算师 按现时的情况 我要强调一个是现时的情况 就是那一张分红保单 你最有机会拿到那个 非保证金额的数额 其实为什么是非保证 因为如果是保证的 它怎么都要给你 但是如果是一些 所谓乐观的情况 就是它假设 那个投资的回报 是高过它的股算 就是它认为最佳股算的 而悲观就是一个 假设回报是比较差的时候 那个非保证的金额 其实这两组数字 是可以帮到你 了解不同的情景 可能一般 有些人可能就跟你去 去讲个乐观情景 但是作为一个精灵的消费者 其实你应该看完那三种不同的数字 因为它一般来说 如果是一些采用 一些比较 刚才我说过 就是那个实际上 你拿到那个非保证金额 是取决于 都几大部分 是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的 还有它实际上 那个投资的结果 如果它保险公司 用一个比较进取的 那些投资的策略 其实你看到乐观和悲观 情景之下 那个股算 那个差额就会很阔的 因为那个投资 那个不确定性 就会大了 尤其越长的单 你就越会看到 这个 那个数额的差异 当然了 风险高低 没有所谓对话错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知道 你买一些 几高风险的产品 还有你是不是可以 承受到这个风险呢 举个例子 万一 它最后出来的 是一个 实际上拿到 投资的回报 是一个悲观的 情景之下 你拿到那块钱的 就是说它满足不了 你预期的回报 那你的保障需要 是不是还是 可以满足得到呢 就是说你最后拿到 那块钱 如果你打算给小朋友 读书举例子 你打算送他去外国 读书举例子 你现在未必可以做到 这件事 最重要的是 当你在签的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 是按法规要求 你需要签名在客户 你一定要确保自己 清晰理解 这个文件的内容 千万不要 凭着那些宣传单章 或者中介人的 口头表述 而闯处地 去做一个投保的决定 或者盲目地去签这些文件 就是说最小的字 那份文件 是吗 我要回家找回来看 这个叫做利益说明文件 是吗 对 除了这份利益说明文件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可以评估的保单 是否可以达到 预期的非保证利益 譬如说 那间保险公司的规模 或者一个往迹 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呢 其实是有的 如果那个投保人 他想去看个别 保险公司以往的 分红的往迹记录 其实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就是我们叫分红实现率 比较窍口的 实际上是什么来的呢 他的目的其实是协助那些 未买保单的人 你买了就看到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未买之前 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了解某一间保险公司 他过往一些分红产品 当他派那个非保证利益 为什么不是个总额呢 因为其实保证那部分 他怎么都要给你的 只有非保证那部分 他是因应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因素 他可以是有比不足 或者可以比多过的情况 你看这个比率 你就会看到一些端倪出来 他本身是用一个百分比的形式 去展示给你看 举个例子 如果保险公司说 这张单 最后五个保单年度 他总共会派一千元 红利给你 是非保证那部分 是一千元 如果他最后五年之后 他总共只派了八百元给你 那么分红实现率就是八成 那么接近一百个百分比率 就是告诉你 他实质上拿到那个投资回报 还有就是他拿到那个投资回报 之后他派给你 那个非保证那部分 就和他当初在那个 那份BI那里 那么那个数额是一样的 那么就会一百 那如果他高过的 就是他太多的给你 他低过的 好像刚才的例子 那就是他低于他原本之前 展示给你那个数额 那为了帮助不同的人 比较容易去找到不同公司的 那个分红实现率 因为他们按法规要求 其实全部要放在网上的 那保监局 刚刚推出了一个 保险公司的分红实现率 那个网站列表 那其实你去我们保监的 那个网页 你就会 找到这一页之后 你就会看到 所有保险公司的名单 如果有他分红产品 那你一按进去 不同的保险公司 你就会放到他相关的网页 那你立刻就会看到 他所有的那些以往分红产品的 就是他实际上派送的那个 情况 就是透过分红实现率 你可以看到 但是当然大家要注意 分红实现率 只是他保险公司 某个产品过往的 那个参考数字 他绝对不等于保险公司 所有的分红产品 他未来都要根据这样派 那你考虑买不买 某种分红产品 那时候一定 要同时考虑其他因素 那包括 这份保单是否适合你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负担能力 你是不是负担得起 去供这张单十几二十年 我听到Alvin和Marty都很强调 其实买什么产品都好 最重要是要知道 是否适合你 是否适合你 不如这样 我看到嘉琪很努力听书 很专心听书 不如我们要请Alvin 帮我们 如果以嘉琪作为一个例子 他这类年轻家庭的保险 和财务需要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好啊 就当是一个家庭 现在一家三口 户主就31岁 就是刚刚30岁左右 那小朋友嘉琪的小孩多大 一岁多一点 一岁多一点 好可爱 一岁 最好玩的时间 是吧 好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家庭组合 那我们会想的就是 如果针对第一件事 因为小孩出生 其实 父母的责任就很大了 所以要确保 如果一路下去 顺顺利利 无事无干的 可以了 公书教学 照顾没有问题 但我们说不买 不知道有什么意外 所以 保险 人寿保险 就是第一件事 嘉琪要想的问题 就是 你应该要有一个保障 而保障的考虑 就是当你的小朋友 现在一岁多了 你预计养到他 可以成长 自己能够独立 我不知道你那种爱心有多澎湃 可能你的澎湃度 去到养到他九十九 那你就要九十九岁了 虽然说养人一百岁长 一九十九 但千万不要想这么远 通常我们想 小孩养到他二十四五岁 就是顺利利 读完大学 再给一两年 他适应一下 他自己独立生活 那就OK了 如果现在一岁多 第一件事要想的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保障 保障就是 万一大家历史 如果真的不在这 我需要一个生活费 提供给家人 而能够照顾小朋友去到成年 我当是二十五岁了 那这二十三二十四年的 一个资金 是要多少呢 那你就第一个 要预了这件事 是很大的 不要想着生出来玩就行 真的要钱 是很努力的 是啊 所以当你想第二名的时间 你又要预多一笔 就是不要想着一笔钱 那就是第一件事 这个就是保障 但是你又不要只是想着 大家去试这件事 就是了 我们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成为人生历程之中 其实总会面对的 有意外 有疾病 所以在保险的世界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障 就是医疗 危疾 一定有这些东西 而说医疗 就是住院 手术费等等 不只是买给大人 是一家几口也要有的 是的 如果你有三个 一家三口 其实你 你太太 和小朋友 都应该有一个 令大家放心安心的医疗保险 怎麽为之放心安心 就是视乎你有多少预算 以及你觉得要多大保障才够 又是因人而异的 肯定的是越早买 越健康 肯定越便宜 甚至乎有机会如果健康的问题 有些人根本不会接受投保 这些特别注意 就是保障方面 而危疾 除了你 你太太也有 因为我们说的危疾的保障 就是如果严重疾病 譬如一些疾病 心脏病 中风等等 这类事 真的发生的时间 可能会导致他 一个人 是根本没有了工作能力 自然他继续大力 要生活 怎麽办呢 你便应该有一笔资金 有一笔资金由保障公司赔出来 这就是危疾 很多时候 怎样买是适当 有一些坊间的经验法则 个个都可能不一定 一样的 做参考 三至五倍的年薪 就常说数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年薪50万 三倍便发五万 五倍便250万 开始流汗 很多不同的保障 都要考虑 还有大人要买 小孩子也要买 当然定期检查都很重要 因为当你家庭成长 你又成长 可能需要又不同了 这个就是保障 搞定保障之后 就想储蓄 刚才一路讨论的分红保单 你应该用一个目标为本 比如说我想小朋友 18岁可以有一个选择 到时如果有笔资金的 去外国读大学也好 不去也不要緊 如果你没有准备 到时就没有钱了 所以就先要准备一笔资金了 那这笔资金就是 看看大学费用多少 去哪里读 去多少年 又有一笔钱 就是目标要存到 目标要存到 通常压力是来自太太的 就是老婆一般说 老公 家琪老公 我想小孩早点去外国读书 体验一下这个外国学习文化 不如中二就走 那整个计划不同了 就是原先存到18岁 就变成存到14岁 那你就短了几年 资金就可能多了 所以开始大家要沟通 就是千万不要说你想了 要跟太太去谈一下 我们有没有人生计划 家庭和学习 所有都要谈的 这个就是不同的做法了 那当然了 最终我们工作了这么大半生 都希望能够有一个 舒舒服服安稳的退休生活 所以有没有一笔钱 专层来作为一个退休安排 如果没有 又是时间慢慢慢慢去做 听起来很多东西 但是都是要做的 初步就给你有建议 家琪今晚若太太要谈一下 我这样 身边听着 应该是吧 是啊 其实是有听着 她在旁边 可能她已经写定 要什么要点了 要儿子多少岁 去外国读书 那些 没错 没错 我真的好多谢 好多谢两位专家分享 我现在真的这么仔细听完 才知道原来买一份 適合自己的人特保险 或者所有保障 我真的要想很多东西 我刚刚听到我都想说 原来我又要想人寿 又要想医疗 意外 危险 又要想储蓄 又要想退休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原来 当我是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不是只想自己 我要想太太 想起小朋友 想起很多很多东西 很明显就是原来 我估计每个人的保障 或者每个人的需要 真的都不同 不可以说别人 这个是对的 他完全是买齐了 那我跟他 不行 原来大家都不同 大家要的东西都不同 最重要是老婆不同 她的老婆和你的老婆不同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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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琪这个案件 Alvin就解释得很清楚 我就去到隧道的中间 我没有想着养到99 我想着养到子女18岁就算 我都差不多去到中间 那我就想自己了 我想退休了 那这些中年人士的计划 又应该留意些什么呢 我还想着你年轻的佳琪 你中年的了吗 戴口罩是吗 如果我是真的当 不要说你了 当一个人到中年的人 在想着我可能四十多五十岁 我过多十多二十年 我退休了 那我其实有没有什么计划 要想着呢 家琪的情况就是保障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责任未完成 可能又要供养小孩 又要供楼 供这样供那样 但可能呢 在一个人到中年的人 他层楼差不多了 三几年搞定了 小孩儿子 儿子大女儿大了 应该到 预算了 读完书都搞定了 开始想自己多些 如果想自己多些 两个方向 第一件事就是 年纪大了 我希望有些洗肺不想增加 这个就牵涉到健康问题了 这个也重要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到有事才来买医疗保险 危险保险 是没有事才买的 还有如果针对那些危险 要特别留意一件事就是 去到四十岁打后 那个危险保障 其实保费已经高了很多 所以如果对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早点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本公司计算的 刚才也说过 精算师计算的 如果我预计要用到机会大 我就当然收贵一些 很合理 所以如果你想省些成本 亦都想有更好的保障 早点去买你的危险 而到我们说退休 最重要是 除了有身体健康之外 都要去生活 要享受 有没有流动资金 那这个 透过不同的保险产品 就做到了 分红保单可以帮助你滚全财富的 而近年也很普及说的就是年金产品 都是保险产品 那有没有一个组合 是能够按你的意愿 我想稳定一些 多一些保证成分 又或者我保证意外 又想有个进取的 有个增值的 加一些非保证成分 这一刻 就想到时间了 因为如果你还有十多二十年 才正式退休的话 这段时间 运用一个时间 帮你滚全财富 储蓄型的产品 一些的分红产品 或者年金产品 它好处就是 你不用太过你 那么多世界 发生那么多事 总之就是用时间 帮你滚全财富 到时就按你得到的资金 再怎么样去运用回 应付你生活的需要 所以不同年纪 想的事情就不同 希望都能答到Karina 或者你帮朋友问 应该不关你的事 我帮我老公问 是 没错 所以这句 什么时候都对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选择自己的产品 我问回Marty 你有没有建议给我们 有没有鸡精 或者帮我们再补一补习 我想有几个要点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帮大家做一些 简单的评估 首先大家要明白 保险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工具 既然是一个风险管理的工具 首先要问一问自己 究竟你有什么风险 你需要透过保险 这个工具去管理 你有关的风险 那你就要看一看 考虑自己本身会有的风险 刚才说了很多 新雇风险 但是你问我 有什么比死更加大风险的呢 就是不死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着自己吃到80岁 我存钱存到到85岁 谁知道你长命八岁 你真是麻烦 你拥有的钱 或者你的投资 是否可以令你去 最重要是维持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 那当然好些 但是有些人可能吃点餐肉都不行 那他要有这方面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不死更加大 因为刚才阿尔平也有说过 如果遇到一些大病或者一些危险 举个例子 中风可能是这么多样 之中比较大 因为香港医疗制度实在太好 很多时候都能救回 但是救回不等于你可以继续维持 你现在有的生活 尤其在阿嘉琪这些 他本身以前的身份 是我们叫Brad Winner 他支持家里的经济 但是可能他有了受伤 或者有病的情况之下 他未必再做到这件事 他由一个照顾者 变成一个受照顾者 一出入责很远 第二件事刚才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其实他有不同的需要 最简单的例子 刚才说过 结婚生子 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决定去买哪一种保险产品 如果你想用保险产品去管理 有各方面的风险 或者很多时候 有些人 他一毕业就买了一份 但是到他一结婚 他就发觉已经不太够了 那他要加大那个保額 当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都要去 用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方式 去计算一下 可能找这种教人 或者其实现在 网上边都有很多工具 去帮你做这件事 我乘机买一样 其实刚才嘉琪也有说过 很简单地说过 其实保监局和投委会 都在各自的网页上 做了一些计算机 例如一些网上的评估工具 完全不用钱 你只要把一些资料打进去 不需要打个人资料 你只需要一些 例如我今年多少岁 我结婚了 我有没有小朋友 我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我现在在找多少钱 之类之类的 那你打了这些资料进去之后 那你就可以计算一下 究竟我的人寿保额 就是差多少 或者你可能已经足够 也不足处的 那你自己计算一条数据 然后先去找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一些保险代理去谈 就会有个预算 其实人们很有趣 你可能买一部雪柜 你都上网 比较一下价钱 货给三间 但是保险很有趣 很多人是没有做这个过程去买的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保险是一个 都挺复杂的产品 不是这么容易 一般人去了解 但是不是完全不可以了解 其实又不是 因为其实那些保险公司 那些销售文件 里面都会写得很详细 我刚才说了 我最喜欢看那些 印得很小的 又用很鲜色 又印出来的那些 他越不想我看 我越看那些 当你看完 那些看得多 有不明的地方 其实网上有很多资源 我们保监 其实各网上都有很多 一些教育 包括投委会也有 就着保险 或者其他投资工具 他也会有这些资讯 看多几间 不明的就问 如果真的不明的 就不要买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我们这么长寿 现在花一些时间 去到研究这些 就很值得 Mati你说 徐米一百岁 现在我害怕 现在徐米一百二岁 真是更灰 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不够钱的话 好了 其实我们都要欢迎 各位观众在网上 看我们这个 现场直播 难得请到 各位上来 不如看看观众 会对于有什么问题 特别有兴趣 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先看看 有位朋友 这个可能是问Alvin 会对的 他就问几样的产品 他就问定期人寿 储蓄人寿 终身人寿 这几款产品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说哪一种 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人寿保险产品 我想这位观众问的 其实是不止的 还有超过这几款 这几款是比较常讲的 什么是定期人寿 是一种没有储蓄成份的人寿保险 没有储蓄成份 什么人是比较需要这些安排 最简单就是 我有一个很大的保障额的要求 但是我未必有这么多的预算 或者我不想扔这么多钱 那我就买定期人寿 所以如果在嘉琪的情况 假如你有这么大的家庭责任 或者其他事情的话 而我又想有多些资金做储蓄 可能你是适合做一些定期人寿的安排 因为比对上就是保费便宜 而保障更大的 不过永远都是有取舍的 当你有这么大保障 而给那么少钱能够得到的话 那笔钱给了出去就没有了 它不会有回报的 是纯粹保障而已 所以当这些产品说完之后 有些人就说不值得 如果我不死便不值得 就是想这些事情 但是你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法 但是你说我又想有保障 我又想有些钱拿回 有没有可以选择 那接着就选择一些叫做终身人寿 终身人寿 就是一些保障终身 不过今时今日我们说到终身人寿 都有机会有些不同的定义 因为正如刚才Karenna说的 长命百二岁 以前保障公司说 终身受险 就补到一百岁 很多都是 但是今天可能不是 今天的终身受险 是真的补终身 即是说如果有人 他真的长命百二岁 可能补到百二岁 有些甚至再长一点都可以 那当然计算来计算不多 那些人 不过今时今日你难以估计 那我就如果是 我又想有些回报 有个保障 那我买份终身人寿 那都可以的 但是定期受险和终身人寿 保费就有个很大差异了 可能是多少倍的分别 那所以全件事 你都要去做一个平衡的 而那个终身受险 就可以给你将来 是能够有一个保障意外 也都能够有一个回报 而第三种 我们叫做处足受险 或者叫处足人寿 比较简单些 目标为本 我可能做三年 做六年 做五年 做八年 十年 二十年 什么都好 按你最初的想法 我想什么时候有钱 那份单 就只会是根据你的 储蓄金额 而再预计的一个 保证加非保证的回报 而到将来 能够收到多少钱 那也是 有保证加非保证 所以是否一定全部做到 是看产品 千万别以为一定可以 没有一定可以的东西 里面牵涉到投资 就会有风险 所以几种东西 是有不同的定位 最简单就是 你以保障行先 还是以储蓄行先 甚至乎 我两个都要兼得的 就是终身受险 保费有机会有不同的金额 希望可以解答到 那位观众的问题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的问题 问得都相当之好 另外呢 我们选择了这一条问题 部分的分红保单声称 就说要只是供一段时间而已 然后就不用再交保费了 但是又可以维持保障 就是这样好像听起来挺笨的 Martin是否真的有这些产品 其实二、三十年前 都挺流行这些产品 一般英文叫做VPO 就是VANISHING PREMIUM OPTION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 很多这些产品 都是一些终身的保单 在保单生效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它会累积到一些红利 原本那张单 除了终身保障之外 其实它要终身缴付保费 所谓终身很多以前的单 去到99或者100 但是如果你已经 把单跑了一段时间 它累积了一些红利 如果那些红利是 足够给余下的保费 那投保人 可以不用再交余下的保费 但是要提提大家 如果最后那张单的红利 是少于预期 刚才说了有这样的情况 会出现 其实当它用了红利 那时候保险公司 是会要求你再交保费 所以要大家看一看负担能力 因为一般人可能 做到65 已经根皮力尽 不想再做了 那很多人 当他退休之后 其实很多收入都会停了 那是不是还有能力去负担 去供那张保单 大家要留意这些当中的风险 好了 有位观众问 我只是想追求高回报 我们应该买一些 投资商联保险 而不是分红保单 Alvin 你帮我帮他 好 刚才说过 人寿保单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叫做 投资商联保险 或者叫Yelus 或者叫link单 有这样的叫法 其实商联的意思 就是跟一些投资选项挂勾 所以如果你说我真是追求高回报 可能有机会 真的投资商联保单 会给到你的 因为他在一些 我说的说明书上面 都说明 在假设回报底下 可以做到多少 他可能就是假设回报 9% 他能够做到多少回报 就是变相他的潜质 可能真的会做得到 但是大家永远都要明白一件事 高回报的背后一定是高风险 所以如果你说我其实追求高回报的同时 我是很需要 有一个很确定的收益 那这些产品就未必适合你了 要很清楚知道那件事 千万不要就是说 我经常都说 那些人说 我追求高回报 低风险 还要随时拿到钱 这些就是骗案 千万不要搞错了 就不会有这些产品出现的 所以你选高回报 你明白风险 你明白了之后 你去选择 OK 没问题 但你说我又不想输钱 我宁愿回报低些 又可以用时间帮我滚转回报 可能分红保单就更加适合了 今天真的很开心 又找到佳琪和我们聊天 又要多谢Martin和Alvin 有关于理财保障和分红保单的资讯 我相信观众跟我一样 就是获益良多 刚刚讨论的内容 只是供参考和教育的用途 希望大家对投资理财 更加有深入的认识 未来希望大家的日子 都可以花更加多的时间 去了解自己在理财和保障方面的需要 亦都可以 像Alvin所说的 和Martin所说的 就可以上回我们 保监局和投委会的网站 了解更加多保障和理财教育的资讯 或者找回专业人士帮忙 另外香港理财月 还会有其他更加多精彩的活动 大家可以上回香港理财月的网站 了解一下长程 我相信佳琪今晚很忙 要约定老婆 谈一谈你们的方案 所以我们在这里 首先多谢佳琪、Martin和Alvin 希望未来我们会有机会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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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